东京奥运会上 虽然刘诗文和许昕 错失了混双金牌有些遗憾 但是中国国拼 还是取得了四金三银的好成绩 师弟们取得好成绩 作为大师姐的王楠 也是第一时间拿出大奖奖励 在国拼拿到手快金牌后 王楠宣布国拼所有拿到金银牌的球员 都可以得到 一套位于山东威海豪宅的奖励 随后 王楠的老公郭斌 在社交媒体上调侃了一番 自家的败家媳妇 郭斌表示他询问王总 这是要送套房还是送四合院 只听王楠霸气弟说 都是娘家人 必须是四合院 而且替补入围 拿到奥运金牌的王曼宇 第一套也不能少 七套四合院 每套价值至少500万以上 为了奖励师弟 师妹们 王楠夫妇大手比弟拿出了 至少3500万的奖励 这也让很多球迷为楠姐点赞 大赞王楠大气 拿出3500万奖励给国平球员 虽然刘国良没有能够分到房子 但是他肯定是最高兴的 因为这样的大奖 可以带动其他企业 对于自家球员的奖励 对于拿出3500万的王楠 国平和刘国良这边如何回报呢 不得不说 刘国良的回报太珍贵了 刘国良的回报是啥呢 10月3日 新赛季的拼超连赛即将拉开大幕 比赛的承办地点是山东危海 比赛的承办商是山东危海 南海乒乓球训练基地 而王楠就是这家公司的持有人 是的 将拼超承办交给王楠 这也是刘国良送出的礼物 不过你也别觉得王楠是左后门 在承办拼超连赛前 王楠的公司已经承办了乒乓球全国锦标赛 国际拼连世界杯 奥运热身赛等等大赛 王楠公司举办大赛的经验还是很丰富的 为什么说刘国良的这份大礼很珍贵呢 据悉 王楠夫妇在山东危海的奥运小镇 投入了大量的资金 而该楼盘目前的销售成绩一般 将新赛季的拼超放在位于奥运小镇的训练基地 无疑将大大提升奥运小镇的知名度和关注度 这很有可能大大刺激到奥运小镇的销售量 或许也是因为这一点 承办比赛的王楠夫妇在多个场合也是乐开了花 当然对于王楠来说 除了带动自己房地产 愿意承办比赛的主要原因还是对于国拼的感情 对于乒乓球的热爱 虽然已经退役了 但是说到为国拼出力 王楠从未输过 王楠从未输过